此时此刻我们的一位女嘉宾 正在我们的场外 那么现在我们现场 他的爸爸 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 在观察室内 今天他和爸爸来这里 目标不一样 他爱唱歌 希望在我们这里展示歌喉 而爸爸为什么来呢 来 请打开一下大屏幕 叔叔 您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是来这个场景 这个大舞台 叫他给你唱歌 学习之时 还有别的事吗 做他整理以后 和他们的亲生父母相认 亲生修血缘关系的 走到一块 您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吗 我抱羊的 也就是说 您希望女儿 去和他的亲爹亲妈 相认对吗 对 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对吗 不愿意是不对的 我一定要劝负他 没相认 明白了 好的 谢谢 请关上大屏幕 是这样的 就在我们采访中 我们发现 因为老先生已经80多岁了 他有一个抱养的女儿 他特别希望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女儿 和他的亲生父母相认 但女儿心里有心结 他觉得 为什么当年不要我 现在又想来认我 所以他心里 一直有一个心结 也就是说 他知道谁是他父亲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所以一会儿呢 这个父亲呢 就跟我们的记者 说了很长时间 希望我们能帮助他 解决女儿的心结 好 来请女儿到现场吧 今天有一位女士 和养父母来到大王小王 而她并不知道 此次养父母 来参加节目的真实目的 当这位女士 得知事情真相后 她会有何反应呢 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这位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是人家什么人啊 你大气 来 主人啊 你好 你好 方姐你好 太漂亮了 谢谢你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电视上还帅呢 真的呀 亲爱的 能不能说句实话呀 真的吗 还能老成这样了 没有 不嫌老 不嫌老吧 在我们农村嫌年轻 要这样的 你知道她多大年龄吗 因为我差不多吧 三十来岁 三十 这个姑娘 千万别这么说 我已经过四十了 有吗 过四十了 去年的时候 我还能满足 我是三十多岁 今年就不敢说了 我几年四十一了 今年是这样的 王老师呢 比我大十五岁 今年呢 我是1975年出生 我四十一岁 你信吗 五十六啦 五十六啦 是五十六 你信吗 我不信 你信 我都不信 要是敢农村 五十六的是多老一老头 对啊 对啊 你这 在老家 个五十六的 可晃了 是不是 对不对 不可能 对不对 对 没有穿这样的 五十六的 来来来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好像今天来个对手啊 叫什么名字啊 我这还认不住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省 早上市四中区 七寸队 减闪的寸队 我叫李大翠 大翠 对 原名就叫李大翠吗 是的 我身份证上就是叫李大翠 你家有二翠吗 有 我妹妹 有三翠吗 没有 就两个 我还以为还真有 那他叫李二翠吗 李二翠 妈呀 你爹也太会起名了 是的 我爸给我起这名可好了 我长那么大 只要是让我自我介绍 人家介绍完人就笑 完了都记住了 那挺好 那我连结都把这包东西起来 包个小孩儿 让他聊孔子 他都这些人回来 叫大翠李翠就行了 尖山子村 是的 李大翠 对 然后你妹妹叫李二翠 是的 天哪 你要不要生个女儿 叫李小翠啊 太难乱辈了 你会唱什么歌 我今天唱一首《老爸老妈》吧 《老爸老妈》 送给你的老爸老妈吗 对 送给我的爸老妈 爸爸妈妈都陪你来了 是的 我这一路很感激 然后觉得爸爸妈妈很不容易 只要是我需要他们 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一步 他们都愿意陪我来 所以这首歌送给他们 希望全天下的父母 都能够平安 健康 长寿 爸爸妈妈见智希专门陪你来的 是的 爸爸多大年龄呢 80岁了 已经80岁了 母亲82岁了 怎么这么大年龄 你今天多大年龄啊 我30多岁 33岁 那你爸爸妈妈都是 50岁才要的你儿快 对 5050岁把我抱回家了 你抱回家 是啊 你是哪儿的就把你抱回家了 我是抱养的 是正常的抱养呢 正常的 还是那种弃婴的抱养 正常的 不是弃婴 我亲信 我不是弃婴 那你家你跟妹妹两个孩子 就是妹妹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吗 也不是 我和妹妹是亲姐妹俩 妹妹也是抱养的 我们从一家抱来的 哦 你跟妹妹是一家 从一家抱了两孩子 是的 不是那你爸爸妈妈 你抱来的时候多大了 我刚出生没多久吧 那你妹妹比你小多少啊 小三岁 她也是刚出生没多久 我明白了 就是你亲生父母想要儿子 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我想知道 你三岁 你妹妹多大抱来的 也是刚出生啊 她比我小三岁 也就是说你刚出生就抱你家了 对 然后呢 她一出生又抱来了 对 其实你养父养母挺有意思 渴着一家要啊 是啊 我爸妈妈真是这样 然后因为两家距离很近 她觉得 哦 也就是说 其实你知道谁是你爹 谁是你妈 哦 知道 就算我不想知道 我也得知道 因为同学们都知道 同学们都告诉我 那是你亲妈 哦 那你跟她说过话吗 嗯 没说过 啊 这么多年没说过啊 对 就好像 这么多年没说过 因为 嗯 走到她门口 我都绕着走 李大翠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和乐观的人 这源于养父母对她的爱 虽然在上小学的时候 大翠就从同学那里得知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 但她从来没有去认过亲 这时观察室里有三个人一直在注视着场上的谈话 那么这三个人与李大翠有何关系呢 那她要看了今天的节目 会不会觉得好伤心啊 我觉得她不会伤心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都没怨过她 嗯 我知道她也不容易 你都绕着走 那肯定还是怨嘛 那咱们简单的理解 嗯 不是怨 你怎么能知道她不伤心呢 她呢 她会来死后呢 就不伤心 就一来几天 你问她她不是伤心的 自己的孩子给出去 她当然伤心了 或者说你了解过她 为什么允许别人把你们家的两个孩子都抱走 你了解过这个原因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家庭情况不太好 困难 对了 困难 然后这个生父的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生母在这个很无奈的情况下 把她两个宝贝送给了别人 这都是无奈的事情 就这么大事了 对 那她家自己还有宝贝吗 有啊 还有三个大宝贝 就是你们 你们 你的上面有哥哥姐姐是吗 对对对 你见过哥哥姐姐吗 以前也见过 说过话嘛 很少说话 就是就是眼神有交流 知道她是我哥 但是也不说话 对 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主动说话 所以哥哥姐姐 也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 也不敢 所以她也不跟我说话 那我就明白了 但是我觉得你的养父羊母好厉害啊 因为我觉得她能把你的性格 培养得这么可爱 对 陈老师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大村太可爱了 对 而且我觉得她的性格特别开朗 特别阳光 就是没有那种 我们说被包养的孩子的那种忧郁啊 或者说是内向 对 我觉得她这个就是应该说她的养父母 对她是非常好的 一定是一个善良之己 对 很豁达 并且在村里头为人肯定很好 对 是吧 十里八村都知道 我爹是个善良尊厚的人 对 太好了 对待他们以后 他们就对我好 这样啊 我觉得大翠呢 肯定是有很多绅士的故事 咱们今天大翠来到这里 他有一首歌呢 想唱给他的爸爸妈妈 叫老爸老妈 是的 好吗 来 掌声有请 好吗 人在外头 心要么心在家 家里头放不下 是我的老爸老妈 我的老妈妈 是我的老妈妈 甚至为我操心牵挂 寄给他的钱 从不舍的话 一分不少都为我呈下 自从我离开了家 他就经常收着电话 每一次听到我的声音 他都久久不愿放下 李大翠居住在山东藻庄 从小就知道 他和亲妹妹 是被养父母抱养的 可以说 这三十多年来 他深知养父母 为他们这两个孩子 付出了多少 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至今 他从没有想过 任亲生父母的事情 因为害怕养父母伤心 而在现场 大翠的养父 突然提出 想让他任亲生父母 那么李大翠的养父 为什么现在 想让大翠任亲呢 大翠 今天多大年了 三十 三十三岁 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不是爸爸妈妈 亲生的孩子的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因为得去那个 小学去上学 完了得路过那个村庄 然后呢 我们班里边有好多 那个村庄的小朋友 嗯 所以他们都说 你不是你亲 你这个妈妈生的 你的亲妈在我们村 你亲妈在我们庄 就这样说 就在你们邻村是吗 邻村 所以那样 然后你当时相信吗 当时吧 我也不想相信 不情愿 不过呢我也默认了 嗯 那你当时七岁的时候 你没有去问过 爸爸妈妈吗 没问过 为什么不问呢 我想这个事情嘛 我觉得不问比问好 你七岁就这么深刻的思想了 真的 因为我从小 你还怕她说是 是真的 你还怕她回答是这样的是吧 对 对 我就怕 我不敢相信 嗯 因为 但是我心里呢 自己的想法 如果要是问了 真是这样怎么办呢 你会不会难受是吧 对啊 所以我就 脑子里就不想她 不去问 当时也没办法 当时家里特别难 所有的蛋白都落我八岁了 一直憋到现在吗 没有吧 你后来是跟爸爸妈妈 确认过吧 没有 我一直都没主动 给爸爸妈妈妈 确认这个事情 那你现在 就你跟爸妈妈说这事吗 不说 都是我爸主动给我说 你爸最近跟你说的比较多是吗 嗯 近两年吧 因为你爸爸跟我们的编导也说了 说你 说让我们做你工作 说你该认得得认 说要不然的话 他心里不放心 就变成这样了 我这个 就到了七八十了 不应该认 认完都了解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爸爸为什么在 八十岁的时候突然想让你 这个认这个事 或者说他强调这个问题 你估计他担心什么 他可能觉得 他年龄大了 他可能觉得他和妈妈 没有几个年头能照顾我和妹妹 所以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 能看到我和妹妹 能和家人 能和亲人团聚 他好放心 我知道他是这样想的 他肯定就是这样想的 你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跟你父亲确认过这事吗 没有 从来没问过 你爸跟你说过吗 说过 说过 说过就说 行别说了 以后再说吧 哪一个鬼人不认 到现在还是不认 然后我 那边亲人的电话号码 爸爸也给我 说这是你 嫂子的电话号码 你哥哥都想跟你说说话 你给他们打电话吧 我说你先帮我保存吧 就那么大的一个小纸片 一个小纸条 他保存了两年 完完整整的 你没有 特别好 我父亲给我保存的 我都没想到 这个事情在他心里 可能一直就是一个大事 跟上他又写过我了 他不看都不看 然后我就觉得 别给我提这些事 只要是我的爸爸妈妈 现在身体健康 然后健在 我就好好尽孝就行了 我想把这份 完整的这份爱 呈现给我的爸爸妈妈 让他们感觉到 他多年前抱养我和妹妹 是值得的 我不想让他老人家的心凉了 不想让他心凉 我要给你发 总是认得好 不要糊涂 我明白了 就是说在你看来 如果我要去认清 就意味着 两个老人 会感受到那种 你的离开 你知道吗 汪老师啊 就是爸爸抱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 刚抱回家的时候 邻居们都说 你说你老李你放了 你是想不开 你可就是一个家 就是从一家抱 你不能从别的地方 从远的地方抱 离那么近就二里路 你喂大了以后 人肯定回去就找他亲妈了 你白眼我告诉你吧 两个白眼狼 你肯定是白眼 大了以后绝对不会孝顺你 所以你要证明给他们看 你不是白眼狼 对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都弄死了 我说不怕 咱不将就那个了 只将就被小孩伟大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但是你不是白眼狼 你孝顺你的父母 和你去认亲爹亲妈 不冲突啊 就你心里肯定 还是有个结 对 他肯定还是有个结 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 是不是胡老师 我倒是 我倒是觉得 这里面是双重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说 他是个很要强的人 他是希望证明给所有的人看 我不是白眼狼 另外一个 刚才从他跟我们讲说 从那个门口绕过去 其实他心里是 有一些怨和哀怨 我们在里边 他不见得是恨 是一种哀怨 我们说任何一个小孩子 被寄养给别人的时候 这个孩子一旦知道自己是被寄养过来的 对 都会有这样的 都会有 第一反应是恨 对 你为什么不要我 像大翠这样 他了解家庭情况以后 知道了不是那样一个 比如说被遗弃 是主动抱养过去的 他就没有恨 但是他会有一些哀怨 这个情感是很微妙的 所以我说一个远处的话 咱们就是说假定 爸爸妈妈身体很好 你现在的养父养母身体很好 咱们说的是假定 你突然听说你生母 这个生病了 特别想看你 病得很重 难道你的亲生的母亲 就想见你一眼看一眼 你都不会满足她吗 那得见 我会啊 只要她需要我 我肯定会去的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不是她不去 那边也没有给她传递件信号 对不对 她们很幸福 然后哥哥姐姐也都很优秀 然后生母过得很幸福 你怎么知道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看到过她 你在哪里看到过 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碰面 但是她可能年龄大了 不太能认清我 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她 为什么 然后不知道你 反正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 碰见她 碰见她 她看见过年 碰见过年 好好认她 然后她身体也是特别的好 那你就不怕认错吗 那很多人还以为她是我闺女呢 谁认错闺女 认错亲妈 我觉得不会 我一眼都能认出来 她这个走路特别有劲儿 然后身体也很好 我看见我就很放心 我是这么想 在你小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心里边 其实有过抱怨 当你知道这个事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不懂什么叫抱怨 反正 难受 也不难受 你说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对我们太好了 太疼爱我们了 我是我们那片儿的小朋友当中 吃的是最好的 因为爸爸妈妈 总是把这个钱啊 那个挣来的钱 总是把这个最好吃的 最好的 给我们姐妹俩 然后他们村有那建筑队嘛 去我们村去干活 都知道 就是说大翠二翠 他爸爸妈妈养的可好了 养的特别 就是吃什么都不用愁 生活的特别开心 我那时候大些 首先不些 挣两个钱 都不一趟 我能不能理解 而且你妹妹也被你训练的 和你的想法差不多 对 他听我的 你看 但是我能理解大翠啊 就是可能从小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 是的 在你的印象中 妈妈和爸爸谁严格一点 妈妈严格 嗯 妈妈非常严格 然后我爸爸呢就是 什么事情啊 都是笑着给我讲 然后我妈呢就是遇到点事 就是拿棍子给我讲 就是 就是 就是总是吓唬我 所以我一看见我妈 我都能围着我村跑三圈 真的 我妈不懂你啊 这个更严格的 不严格 就是我妈就是追上我以后 也没力气打我 然后我们俩就回家了 嗯 哦 就追你 嗯 追完以后不打 不打 所以你已经学会了 就只要遛她三圈 追上也等于打不少 是 哦 那小的时候呢 你经常遛你妈是吧 对 你想啊 你在前面跑 你妈猛追 对啊 嗯 等我长大了 我跑的就是十来岁的时候 她已经追不上了 嗯 她都六十多了 你想 嗯 基本上一圈她就追不上了 哈哈 所以小的时候挺开心的吧 很开心啊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 我觉得你看妈妈 曾经这样追过你 打过你 但是呢 你依然那么爱你的爸爸妈妈 这是让我觉得 嗯 真的非常感动的地方啊 嗯 你从来没有把她们当外人 对吗 从来没有 对 我和妹妹就是她们的唯一 你跟妹妹打吗 嗯 从来不打她 嗯 因为 因为感觉吧 就是我们两个 然后家里也没有男孩子 你想在农村嘛 如果家里没有哥哥 没有弟弟的话 别人会欺负的 所以我从来不打妹妹 只要是她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去替她出头 嗯 这样 也就是你挺像个男孩子的 是的 嗯 现在呢 能呵护她 能给她指点风当天去 所以家里边你是老大 对 嗯 老爸 特疼爱你吧 疼爱 能举个例子吗 在你小的时候 印象深刻的事 嗯 举个例子 就是我爸爸是个修鞋匠 然后他就靠这个 维持着我们家的经济 修鞋匠 修鞋的 就在路边修鞋的 您见过吗 当然 就是你比方说这么热的天 嗯 就大一块那个布 就用那个 这个就是蚊杖杆子 就那样猪杆子 撑起来一块布 然后老人家就在 就在这块布底下 就跟着太阳 就隔这么一层布 然后一个泪水啊 这个汗水啊 眼睛都睁不开 就这样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然后就是也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什么的 就是十天半个月的 如果喝那么一次羊肉汤 在我们那儿挺 挺出名的羊肉汤 就是只喝汤 肉从来都不吃 然后就是放他那个茶缸里 那么大的茶缸子 不知道多少年了 就是每次回去以后 他就会把那个肉拿出来 给我和妹妹吃 他看见我们两个狼腿虎咽 他就光笑 开心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 爸爸 真好 还有羊肉吃 其实不知道 那都是他一块都不舍得 给我们省下来的 现在我和妹妹长大了 也会经常给他买 一个星期 少说买三次 但是肉还是不吃 因为没有牙口了 咬不动了 所以还是只能喝汤 这个事情 在我和妹妹心里边 一直都存在 所以我懂得 爸爸妈妈 把我们养育大 是非常的不容易 比如说用他们用生命 来养育我们两个 所以但凡是能让老人 良心的这个事情 我们从来都不做 不敢远走 不敢离家 不敢去外地打工 然后也不敢和好多朋友 一起去KTV 去逛街 去攀比 从来都不敢 不是不敢 是怕伤了爸爸妈妈的心 所以我们两个情人 就是在我们附近 找份工作 然后天天看到爸爸妈妈 让他们也能天天看到我们 心里就好受得多 就是一晚两年 上家来榜啊 种点地儿伺候啊 他就别在这一小时才回来 那也是养大不容易 那个我想问问老爸 这个羊肉汤的事 还记不记得了 好 来 叔叔 啊 你还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喝羊肉汤的事儿了 那记得啊 我天天一到下午 光吃喝份 连肉带家们 他们小孩都吃 哦 你这闺女孝顺吗 现在有孝顺了 现在都短腰汤给我喝 我还是不能吃肉 我都忘了 闺女老大孝顺 还是老二孝顺 两个字抖孝顺 抖孝顺 抖孝顺 嗯 这个 你媳妇 她妈 这个在村里头追她 打她 这个事儿你还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 那个老妈妈吧 年幼她都那里脾气 哎 哎 一个软哈都 都记得她的 哎 哎 她又两分以后 她一到家中八十日了 没有功劳有苦劳 没有苦劳有苦劳 没有苦劳有苦劳 哎 都她年纪大了都没事 嗯 大翠 这些年来 其实从你七岁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知道这个绅士的秘密的 是的 那你妹妹啥时候知道的呀 她 基本上也是吧 她懂事了以后就明白了 就知道了 会跟你说吗 会跟我说 嗯 她说 姐啊 今天有那个同学又说我了 我说怎么说的 她说我长得可像那二狗蛋的 二狗蛋是谁呀 我说哪个二狗蛋 她说就是后串 就是那个村子里那个二哥哥 二哥 他的小名叫二狗蛋 她说我跟二狗蛋长得一模一样 你二哥跟我一个小名啊 你二小狗蛋 对 我是二驴蛋 我说一样就一样 别理就是了 她说哦 她就听我的 她有没有偷偷地跟你说姐 我突然觉得 我有点想见见咱妈 亲妈 她就有过这种瞬间的要求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还是被你管理的 她从来就不敢说出来 可能吧 可能不敢说 我认为是 因为你的管理看起来很严的 甚至我认为 你现在连你亲爹亲妈 你都可以管理 都是我管理我们家 对啊 所以你老公肯定是被你给管烦了 对 你老公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是吊河里 我后来问了 那回是跳河 活不下去了 是吧 那假如这节目播出之后 你亲妈看了 给我打电话了 说王芳啊 其实我也很想她这么多年 每次见到她 我也认识她了 怎么怎么样的 我怎么回答她 你告诉我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她 你想怎么说呢 我说跟你商量呢 我得尊重你的意见呀 咱姐俩不是先见面的吗 就如果你的妈妈这样给我打电话 我怎么回答她 你就说 大崔现在挺好的 放心吧 他如果说 哎呀王芳啊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啥时候 那个 让我去见见她 怎么办 正式的见一面啊 我可以去啊 或者说让她 让她回到我们村来 看看我 想她了 我没想过这些事情 你刚才在那一瞬间 你跟我说 让我回答她 说大崔现在挺好的 你一下眼泪差点出来 你能告诉我在你的心里 你恨过这个妈妈和爸爸吗 我就希望她 保重身体 我觉得 只要她身体 能够再好一些 再给我几年的时间 我肯定会去看望她 你是不是想的是 你先把这边老人 伺候好了再说 对 我不能让我爸爸妈妈心凉 还有个鬼人不认 到现在还是不认 咱们也为大 人也为大的 如果我理解 你要是去另外一个村去看看你的亲生父母 你的养父养母会更高兴 对他们的健康有利 如果我是这么理解的 或者说心理专家也这么认同的话 你可以选择把这个时间放短一点吗 提前一点吗 我爸爸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妈妈 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完了她只知道 就这孩子就这两个孩子就是我的 谁都别想抢走 因为在我记忆当中 小的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个说 告诉我偷偷告诉我 这不是你亲妈 然后我妈妈气得呀 然后哭了两三天 然后不再起床的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对她来说 太敏感了 我们两个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她自己说的 我到死我都不承认 这就是我的孩子 只要在胡说八道 就怎么怎么的 所以我妈妈心里是这样想的 她都六天不接近 她不懂你 现在帮我开一下这个爸爸妈妈 先生您好 好 我在想啊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你们家大村在你们村就火了 是的 我想知道假如有一天 她和她的生母相认了 你高兴吗 高兴 就是这样认过也高兴 她妈妈呢 她妈妈也高兴 我想给她说了 你跟她妈妈说了 哎 叫她认她 认识她认识她认识她 认识她 你跟她妈妈说过 她妈妈高兴是吧 是的 妈妈怎么突然这么接 就怎么突然在那 安美的要不要 年轻以来呢 是一期很特殊的录制 我也特别想 把我刚才遭遇的 或者说遇到的一切事情呢 想实话的告诉你 因为其实今天录制这期节目呢 我们是受你爸爸的嘱托 然后爸爸呢 不但希望你能够认你的这个亲生父母 而且他就觉得 如果那样的话呢 可能很多 就他的一个担心就解决了 然后呢我们就录制了这期节目 录制这期节目呢 你的爸爸在即将我们录制节目之前 给了我们一个小纸条 可能就是你们你说的那个小纸条对吗 可能吧 这上面有两个电话 我们也按这个电话拨打了 你想知道结果吗 拨打了电话之后 你的亲人们吧 跟你有学员亲人 都在第一时间 赶到了现场 今天 我们的学生就是 像他自明 高兴 他妈妈呢 他妈妈也高兴 我想给你复了 杨父说 杨母也支持大翠去认亲生母亲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可是这花音刚落 杨母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你这里混不着 你都说话 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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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条小女孩这条不见 你现在 我这两个人去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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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此时此刻 我特别想 尊重你的意见 是否 愿意在这里 见见她们 当你刚刚 坐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妈妈 亲生妈妈 泪如雨下 我今天录像一直在来回跑 其实我心里也很不安定 我本来都不想告诉你的 但是我觉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刚才也跟你的妈妈 就你的养母交流了一下 那养母呢有一些糊涂了 我觉得是不是 对糊涂了 对吧 有一些糊涂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她的真实想法 后腿一上去来了 你高兴吧 大翠的养父母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养父非常坚定的希望大翠认亲 可是养母此时开始犹豫 并与养父争吵起来 你能说话 不用说话 可以做 那这条你叫你 那这条不见 那这条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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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得知 因为养母年事已高 意识不是很清晰 容易反复 但是大翠的养父仍坚持 希望大翠尽快与生母见面 我要问你话 总是认识的好 不要糊涂 那现在我已经请他到化妆间了 因为我想这个事情呢 我想尊重你的意见 但是爸爸现在在观察室里 爸爸是特别希望 我们能帮你促成这件事情 因为爸爸说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大的舞台 可能你很难有机会 跟你的生母有一个很 就是很正式的见面 所以我请你做选择 我妈妈现在怎么样呢 你的养母吗 她在化妆间还行 跟你的孩子在一起 她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我们很难跟她交流 说句实话 刚才王导也去了 对 听不懂 听不懂她要表达什么 就是她 我觉得好像她有点糊涂 我自己感觉 好像她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糊涂的感觉 所以我没有问你 我不知道妈妈的健康状态 是什么样的 你看她也会儿子 如果她 TodoMain 她就一会儿子 你也会儿子 就一会儿子 还好 我可爱的 你也会儿子 你也会儿子 我可爱的朋友 我可爱的朋友 做出这个决定 对大翠来说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她是一个 特别孝顺的孩子 她不想伤养母的心 也不想伤养父的心 更不想伤 已经来到节目现场的 生母的心 希望爱我的人 一切都好 大翠 其实我一直很纠结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告诉你 因为我刚才到后面 我那儿有一个画面 就是那里面能看到 你的那些亲人们 那也是一位母亲 你自己也是母亲 就是我看到她的那个哭 是一种 怎么说呢 让我很心疼 我不知道当年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 帮我妹妹走出 我母亲一个兴起路 就到第七天 才这么面子 就喝了一瓶 大翠来 我多希望 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给你的 是一份一辈子的爱 我多希望 今天 了结了这一切心里的纠结 我想告诉你 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屏幕之后 就是你从小 就曾经见过的生母 但是三十三年 你们却从未 有过任何一次 谈话交流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掌声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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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观察室中 情绪一直还算稳定 但是 当到达现场 看见女儿的那一刻 终于抑制不住 放声大哭 那么当年 她为什么 把家中的两个孩子 都送了出去呢 出来了 出来了 堤 我 你 你 你 先坐一下 先坐一下哈 不可以 太激動了 情緒有點濕透了 有點激動是吧 太激動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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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這不就不好了嗎 好 是不是你認識我嗎 主持人 主持人 謝謝你 沒事 我說謝謝你呢 沒事 你就是那二狗蛋啊 我是二狗哥帶著哥 大狗蛋 你是大狗蛋啊 對對對 見過嗎以前 見過 見過說過話嗎 沒有 從來沒有 您是姐姐 我是姐姐 你是大狗蛋他二狗蛋他姐 坐坐坐坐坐都請坐啊坐 剛才一直在看現場 這個是不是很感謝那個叔叔啊 養了多好一個姑娘啊 是啊 感謝你說真的 我覺得 叔叔 真的很不容易啊 一個砸鞋匠 能把孩子養到今天這樣 還這麼孝順 這個 在以前你們都見過 你們也都見過他是嗎 我沒見過 你沒見過 你見過大哥嗎 很少 很少 因為我很少在家裡 啊 啊 姐姐呢 姐姐有的時候會碰到過 嗯 也沒說過話是嗎 對 沒說過 哎呀 阿姨 哎呀 這個 當時是特別無奈的情況下 對不對 啊對對 當時什麼情況啊 有什麼情況那些 就是 他父親不好大幹 嗯 嗯 你把他累 嗯 減肥病 啊 因為他 減肥病 身體不好 減肥病 嗯 他說的 那個吧 都你自己去幹 我又不管幹 百百人孩子餓死了 我說啊 我給你找個 我的很種子 很老是 不是 人家他沒孩子 要把孩子餓死 他到老了 嗯 他到老了好有志向 我的 他每個年輕每個孩子到老了 兩個有年人 或者最孝順他 他 他會大了 他能孝順他 或者 也就是說你也希望他孝順他們 對嗎 嗯 嗯 謝謝那兩個老 小的時候你們知道這事嗎 知道 他抱走的時候我跟著追著他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跟著追 我往回拉我弟弟 那時候我父親嘛 醫藥的頭那麼大呀 我愛一玩笑 我愛得了 我愛看都不行了 就怕我母親都會 也就是說你已經八歲了當時 啊 你就追著這個妹妹跑 啊 然後你知道送到哪個家裡了嗎 不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你能理解媽媽當時那情況嗎 能理解 就是那個年代如果要是 不送走的話可能就連命都保不下來了 所以爸爸是肺結核是嗎 嗯 爸爸現在怎麼樣啊 肺結核 九五年就去世了 身體不行 嗯 剛才沒太聽懂 是爸爸說 現在的這個養父 他也年紀大了 也沒一個孩子 他要是跟了他的話 還能照顧照顧他 是他們之間關係很好嗎 關係很好 啊 嗯 緊張地見面 就是兩個老哥們 對 就是我反正養不了了 嗯 得肺結核也沒法照顧 還不如讓他給他當女兒 嗯 還能給他將來養個老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嗯 所以說有的時候悲慘的故事 一定伴隨著美好和善意 有的時候我們 不見這一家人坐在一起 我們可能留下的都是埋怨 對 憑什麼你養了孩子不養他呢 對 但是我們要是故事聽到現在的話 你說尤其是剛才姐姐講 追他 作為一個導演我就在想 那是一副什麼樣的畫面 能不能滿足我一個要求 跟姐姐去擁抱一下 沒有 沒有 沒想到 defeat 沒想到 emy 这人有能力能去测读东西 你知道吗 在那个年代 一家养几个孩子 尤其是在农村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说再加上父亲有病 真的很害怕这个孩子养不活 养不大 送去一个有条件好一点的 而且是熟识的老哥们家 他是放心的 是的 而且也是为了这个孩子 能更好的成长受教育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大翠真的要理解 你自己亲生父亲和母亲的这种想法 而且刚才哥哥这个话说的我也很感动啊 哥哥说 我现在有能力有条件了 让你受苦了 就是 其实我觉得咱也没受苦是不是 咱也挺幸福的 而且 我相信这些年来 妈妈肯定是时时刻刻心里惦记 妈妈会跟你说吗 嗯 经常有些时候念叨着呢 念叨 但是没见他 嗯 可能也是出于一个想法 也得尊重 叔叔 是不是 就是尊重李叔叔 对不对 真的要感谢李叔叔啊 就是把两个妹妹养的这么好 哎你准备怎么回家跟你妹说今天 我就说今天 我见着了 见到咱家亲人了 从小咱们两个就觉得 互相依慰 相互依靠 现在咱们的队伍壮大了 嘿嘿 一定就是好 我想问问 哥哥姐姐 包括妈妈 就是说 今天之后 她可能依然会选择 尽可能的不让她的这个 尤其是妈妈 嗯 她可能比较糊涂 她也不太知道这里头到底 这个利益关系是什么 照顾谁 她可能爸爸是个清楚的人 嗯嗯 如果为了照顾妈妈的情绪 她可能 依然会选择 就是走动的并不很勤 嗯 你们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能接受啊 在一块儿 不光接受 还更希望呢 就是我妹进不到的 李叔叔在一块儿 把我两个妹妹都拉扯了这么大 她如果进不到的 哪怕尽我的能力给我解 我们这边的能力 一起来孝顺李叔叔 对吧 谢谢哥哥 两家做一家 对吧 谢谢哥哥 谢谢姐姐 对 坐坐坐 一家人不客气啊 刚才哥说这话你高兴吗 高兴 嗯 不能 我都觉得不能这样 我想告诉你一事啊 嗯 你老爸乐乐都拍大腿了 高兴坏了 那我妈呢 妈妈 你这样啊 刚才这个过程呢 我没有让妈妈看 是因为我觉着 对于一个已经80岁的老人家 我觉着 我们不要刺激他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对 甚至我都建议你们将来 这个秘密联络 因为他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观众 大家都理解 对 偷偷地走动 而且那是妈 这也是妈 对不对 我们那边的妈妈 我们 让妈妈 不用让她知道太多 她现在这个年龄 就让她高高细兴 好不好 你这么聪明 你糊弄了她高兴 这还不是你强项 听明白我说话了吗 你偷偷见 一年见80次 也不代表你不孝顺 你的养母 对 相反的我更觉得 你这个人不得了 对 此时此刻 我爷子来到现场了 老爸说 我得上场 鼓励鼓励我闺女 太高兴了 掌声有请 李叔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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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接近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叔叔好 好 您好 敬伟老师好 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坎生的父老乡亲 家族下来都好 好 拍照拍照 您劝去工作应该好 您好 您辛苦了 这儿做一下 这儿应该看到的 这个是 还做的办得很好 您高兴了吗 高兴现在我得放大门叔叔 高兴了 这个咱们呀 能不能共同的弄个保密协议 这事就别跟你老伴说了 行不行 行行行 这个咱不复了 拉勾勾勾勾 别跟你老伴说 不跟他说 咱是为了让他健康长寿 对不对 好不好 好吧 行不行 大串 行 行吧 你别说你跟你姐长得可真像 就是你姐是瓜子脸 你看你 跟哥哥也像 这个阿姨今天高兴了吗 高兴了 大串啊 我给你个任务 你呀 哪天带着妹妹 偷偷地别告诉你那妈 去看看这妈 行不行 那我绝对行 而且我再给你个更重要的任务 嗯 等播出的那天 你辛苦一趟你就别看了 你上网看 嗯 你把妈妈带的 转有千万那天别让她看电视 嗯 只要避开她看电视 她肯定不会知道 是 然后 因为她现在听不太清楚了 她听不太清楚 我跟她说话大声说 她都听不太清楚 嗯 这样的话 咱们一起来全国观众 包括我们看到 节目的父老乡亲 对 就别再说这事了跟妈妈 因为我们 是为了让 所有爱大串的人都幸福 是 真的是 我觉得 咱们一起来努力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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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坤 今天心情怎么样 高兴 今天很激动 我这个高兴 也很高兴 只要爸爸高兴我就高兴 我希望 爱我的人 这几个老人都能够健康长寿 给我更多的时间 我好好努力 用余下的时光 好好陪伴你们 非常好 这样啊 一家人难得见面 咱们呢就不从那边出了 咱从这边出 我们楼上专门有个房间 供你们一家人好好唠唠 行不行 行 好吧 这边这边 看着一大家子人走下舞台 所有人都感慨万千 正是大翠的孝心 和养父的大爱 才促成了今天的团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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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